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8月以来中国官媒不断的发文 痛批所谓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右派人士密集导宪 认为美国和西方的宪政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 由署名王小时和马中成撰写的这些系列文章引来了各方的热议 中国官媒为何选择此时力推反线文章呢 网马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 一位呢是这个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童先生 鲍童先生通过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鲍童先生您好 鲍童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鲍童 是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里面的VOA卫视记者 齐志峰先生 齐先生您好 李先生您好 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 齐先生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这个文章的引发争议的文章 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那王小时和另一位麻中成的那文章 他们写的很长 但是一般的这个观察家认为 他们的文章是非常的粗糙 他们的粗糙的这个观点 可以用两句话 可以来一下子就一言概括 一个是这个中国不能实行限制执政党权力 无限权力的这种所谓的宪政 就是让执政党以及执政党最高级官员 他们的权力要无限了 你要是限制的话中国就会陷入动乱 中国要是一乱了的话会比前苏联还惨 因为中国缺乏资源 这是他们的 就他们主要的观点 对 就这两句 好 接下来我们想请教一下鲍彤先生 鲍先生呢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呢 叫做下人战术的效用和极限 那么在文章中呢 鲍彤先生说 说这样一篇信口雌黄之作 就是王小时这篇文章就是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那鲍彤先生说 这样一篇文章能在官媒和中国各大网站上同时亮相 没有高层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 鲍先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能够在两报一看上登 那大概是文革小组的意见 也就是文革当时最高层的意见 现在同时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四个喉舌当中登 另外呢就是还有四个最大的门户网站上也登 八个媒体上同时登出来 我看这个如果不是高层领导做错的决定 那么怎么可能八个网站不约而同 大家都对这篇文章垂青 大家都赏识这篇文章 大家都认为这篇文章是一篇重头文章 我看是不可能的 这个不可能是不谋而合 一定是有领导的 有计划的 鲍先生如果这个是高层的受益 那么您觉得这背后是刘云山还是习近平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刘云山 那么我相信他可能是跟习主席上不同的意见 如果是习主席 那么可能是习主席修正他自己原来讲的 比方说原来讲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 实施宪法就是宪政的最中心的内容 那方先生我现在提到您 所以两种可能都不能排除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内情 是 那不过方先生您刚才也说反正不管是谁 如果说这是一个中共当权者执政者他的一个意愿的展现的话 那么对于说接下来这个中国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积极或是消极的影响呢 对不起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对不起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不管是背后的这个支持者是谁 如果说这些文章的观点我们看到他是表现了出这个中国当权者认同这王马的文章的观点的话 那么他们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呢 我看实际上这个问题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如果看一下他的演变呢 那么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大概一个到两个月以前 中国人民大学就有一位教授好像是一位女教授写了一篇文章 就直接对宪政来说的 说宪政姓知不姓色 大概这个问题提的太抽象了 可能这样一篇文章 他本身唱的调子太高了 那么因此呢我看演变到今天呢 就把动乱这个问题呢提出来了 就是使他更现实一点 说如果要搞宪政呢 那么就要引发动乱 如果要动乱呢 那就比苏联更惨 那就中国就不堪设想 那就是中国可能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还要糟糕 他没有说清楚的是 如果动乱是宪政引起的 他没有说清楚的是 毛泽东当年是不是搞了宪政 所以因此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他也没有说清楚 今天到处都有动乱不安的因素 是不是宪政引起的 还是说是现在的制度引起的 是贪官物力引起的 是现在的司法不独立 因此呢冤家错案引起的 他都不假分析 但是呢他说肯定是宪政引发的 他说现在有人在宣扬宪政 那么就要引发动乱 而引发动乱呢 那么中国就要变成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来呢 那么他就好像是毛泽东当年呢 是搞走错了一步起 搞了宪政 因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或者今天呢 今天因为搞宪政 因为有人说要宪政 因此贪官物力就贪污了 因此城管就是乱打人了 因此贫富差别就出来了 因此民众矛盾就尖锐了 那么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宪政搞出来了 我看他这个话 实际上有一句话 是隐含着的话 就是不久以前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讲了一句话 很好的话 讲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什么叫权力关进笼子里 只能一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承行宪政 宪政就是笼子 因此这句话本身 我刚才说了 要么习主席反挥了 收回当年的话 要么别人 不同意习主席的意见 认为习主席生知 不姓赦 因此必须深讨习主席 我看只能支持这个结论来 因为过去讲深知深色的 这个问题不尖锐 现在就从动乱这个问题来说 如果动乱 那就万劫不复 那就比苏联还要惨 那这个罪就应该有 应该有把权力关到融资 里边的人来负这个责 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您一下 在您个人看来 您觉得这个中国可以实行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 社会主义的宪政呢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已经破产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郑小平说 社会主义什么东西 谁也说不清楚 我也说不清楚 因此现在在毛泽东 搞错了 而郑小平说不清楚的人以后 又有第三代 或者第四代的人 说他清楚了 那么请他 把中国社会主义说清楚 是不是中国的贫富鸿河 就是社会主义 是不是中国的官有企业 官有化 就是社会主义 是不是中国的激励细数 现在已经到了 到了世界上很高很高的水平 他自己承认是4.8 4.9 有人估计是6.1 但是呢 总而言之已经进入了危险期 这就叫社会主义 闹不清楚 嗯 好 我知道 齐志峰有很多的问题 想问一下鲍彤 鲍彤先生 那鲍彤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的宣传机器 它频繁的出现故障 包括引起了很多的乱子 还引出了很多的 让中共最高当局感到尴尬的这些事 比如说关于习近平打地 也是假新闻这种事 那鲍彤先生 您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故障 造成了一系列的洋相 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习主席 他主导宣传搞坏了搞糟了呢 还是他手底下的人 太差了 不行 搞坏了搞糟了 或者是习主席 他现在仍然是在位实习期 对情况还不太熟悉 或者还有人提出了个解释 说这可能是习主席手底下的人 是高级黑 故意搞这种东西 让他难堪 您认为 这些可能性 到底哪一种可能性 在您看来 是更可能的 我可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只有一位 就是习主席本人 他应该发表他的意见 他应该表明态度 他应该说 是我过去说错了 因此现在我来纠正 我过去兴知 现在我要兴涉了 或者他说 人家在胡说八道 宪法本身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是中国人民共同的 社会生活的规则 这个规则 是公开的规则 是人人都知道的规则 用这个规则 就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和谐社会 就可以使中国长治久安 中国要背面动乱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要有规则 不能没有规则 就是这个规则 必须要有所权利 这个权利 必须是现在侵犯老百姓权利的那个权利 也就是官员的权利 官员的权利必须限制 我想这个问题别人说不清楚 我想国家主席有责任 也有权利来声明 这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喉舍的混乱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别人说不清楚 别人说这是一种猜测 这种猜测是不正中的 不言说的 我认为涉及到国家方向问题的时候 如果国家领导人自己不来出来说话 别人谁能够说得清楚 是 谢谢方先生 那我想请教我们现场的其实方先生 就是说这边这些文章上网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说 我们一看的人就觉得说 它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很荒谬的 例如说他讲到说 宪政之后就会动乱了 说到这个不能再在中国实施 但是我们看台湾的宪政 其实实施挺好的 那他也说到说 俄罗斯成为二三流的国家 也被很多网友举出来说 里头的数据引用是错误的 那他中国官方并没有对这样子 这些文章做出回应 那你看一下 中国民间对这几些文章的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当然是民间的反应 几乎是全都是重口译词 指出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 他引用的数据完全是错的 他而且引用的观点 也是完全是荒谬的 而且是荒谬到了 连中国官方他自己 也不敢承认的这种程度 比如说关于宪政的问题 到底要不要实行宪政 宪政难道是真是资产阶级的吗 中国就要跟宪政决裂吗 中国假如搞社会主义 搞共产主义就要跟宪政宣布 一分为二 一刀两切 我们中国就彻底不实行宪政了吗 这些东西都是官方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 所以是我们就是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法案宣布废除宪法 或者说宣布当年通过宪法的人有罪 对 那是那包先生我就想问你一句 您刚才提到了 当然您现在显然是开玩笑说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个这个什么的一个决议宣布废除宪法 这当然是开玩笑 现在的问题是现在您认为现在中国当局控制下的媒体引出了这样的乱子 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到底宪政还要不要几乎是回避 然后不置可否 您认为这个东西是代表了中国官方是胆小如鼠 踢出球来不敢接球呢 还是代表了官方从容大度对这些批评 并不在乎开始有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今天的批评 您认为到底是胆小如鼠还是胆大薄天 反正两种观点大家都有 也许是胆大如鼠吧 我想说一下 刚才你提到数据混乱 我想别的数据我不说了 我只讲一个数据 他说从北洋军阀元氏开始死掉 到国民党统治中国 中国饿死了上亿人 我活了八十岁了 我没有看到过 也没有看到过这个事实 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字 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我所知道的 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四万万同胞 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同胞成立的时候是五万万同胞 叫五亿人民 如果说中间二死的一亿人 那么请问是哪一年二死 是什么原因二死 他说是元氏开始 那就是1916年 到蒋介石取得统治 那就是19 怎么这么说吧 28年吧 1916年到1928年 12年间二死了一亿人 请问中国哪一本历史书上是这样说的 如果不这样说 中国历史 中国变历史的人通通都犯了罪了 因为他隐瞒了 确实这篇文章中很多东西 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 应该写到历史上 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 那么就是编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放在现在的 辛亥王 人民王 中国共产党的喉舍来说 我说不是喉舍犯了错误 喉舍是一堆垃圾 中国共产党的喉舍是一堆垃圾 是无耻造谣的 这个很多数据确实 他明明说13年里被饿死了三千万人 他不好说别的 因此说 国民党是北洋军阀 还饿死过一亿人 所以还把所有的错都放在 这个国民党跟蒋介石身上 不过我相信 欣欣可能有一个问题 要来请教齐志峰先生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说 说这些制线 反制反线的这个文章推出以后 是表明这个中国高层 已经关上了这个改革之门 其先生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想 我想这个问题的 最有权威回答这个问题的 还是那个鲍彤先生 因为鲍彤先生 他在这个中共最高层工作过 他对中高层的那些运作 那个方式 他说比较了解 鲍彤先生您看 这他们这样的文章 大批的出容 是不是这习近平当局 现在是给全国全世界 释放一个信号 我们现在不要再谈改革了 我们就是老子 要一红 红半代 就要红下去了 您是怎么看 鲍彤先生 鲍彤先生 您是不是 鲍彤先生 您现在是不是认为 现在中共官方 出来的这一系列的 反宪政的这些文章 是习近平当局 向全世界 全中国发出这个信号 表示 你们不要再希望中国 再梦想中国 可以民主化自由化了 我们不要搞什么政治改革了 别做这个梦想 他是不是要发这个信号 我只能这样说 这肯定是 中国共产党 中央主办的 喉舌 向全世界发出的信号 也就是 中共中央发出的信号 是哪一个人 我说不清楚 如果习近平总书记 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我希望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声明 这个估计比较难 如果难 那么是全世界 怎么了解中国的政策呢 如果这样的事情都不做 那么请问 国家组织是干什么的 共产党总书记是干什么的 所以习近平为了要保持 他自己的这个 他的权力的威严 他似乎应该还是要出面 来解释清楚 这样的事情是吧 您觉得呢 我想他如果把情况说清楚了 是他 那么大家都觉得他光明磊落 不是他 大家如是重负 大家说 额受澄清 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现在是冤枉了 冤枉了习总书记了 冤枉了习总书记了 给习总书记 恢复名誉平平 说好吗 报先生 网上还有人说 这次发表这些反线文章 是为了掩护北戴河会议 您觉得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北戴河会议在讨论什么重大的 完全不知道 齐志峰您的观点呢 对 现在正像鲍同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 面对着这重大的 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出来说话 这是因为假如是不说话的话 会有在中国国内外会造成非常大的误解 现在他的不说话 就是显示了中国当局的这个政治 仍然是不透明 所谓政治不透明 现在国内外或者是世界媒体的一个共同的看法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北戴河 北戴河会议这么重要的会议 决定中国的重大政策的会议 仍然是秘密召开 媒体没有报道 只有海外的媒体 包括美国之音在这报一报 到底里边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 我们都不知道 包括的鲍同先生 他是在中共最高层工作过 他也不知道 我相信他也仍然是有这方面的朋友 有什么东西 假如他不知道 这就很说明问题 中国的这个政治透明的程度 到底如何 这个非常好的例子 好像关在黑盒子里头在做作业一样 对 是 那我们知道 齐之峰是这个微博上 是很活跃的一个用户 那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王小时这篇文章中 受到批评的天使 还有导师公知们 这些他们的对这个文章的反应是什么呢 对 他们的所谓的天使 导师公司 公司呢 天使当然他可能是指的 这个学满子 天使投资人学满子 公知 那就是一切对这个政府持批评态度 对国家这个事务持批评态度的人 所谓导师 可能就是指的这个李开复 他们这个 他们的这一致的批评 就是说你这是 首先是你逻辑混了 混乱到了 简直是你没法说的程度 再一个是 这些资料的引用 都是二十几年的 像这样的文章 而且他引用的语言 是实用的语言极极粗粗 这样的文章也能得到 像鲍铜先生所说的那样 四条巨型喉舌 外加四个门户网站的 大规模的推出 这个确实是很惊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大家不知道 反正是大家是喜笑怒骂 给了大家很大的娱乐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的第一个题目的讨论 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VOA卫视的记者 齐志峰先生 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鲍铜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不要离开 稍后回来 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 波士顿环球报和华盛顿邮报 被收购的事件 欢迎您继续收看